活力28 沙士日化 听过这句广告语的朋友 岁数也都不小了吧 说实话 要不是国货品牌梦幻联动搞直播 我就开始看直播 无意当中刷到活力28带货 我都差点忘了这个品牌了 据说当年还有个非常硬核的广告 我找出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找找当年那个霸气的感觉 请把调查中国新兴洗衣粉的情况拍一拍 这就是活力28高币重超浓缩洗衣粉 这就是它的配方 一个含LIPOBBS双小成分的配方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研制出这样的配方 可怕的是已经研制出来了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宣传口号是 高比重超浓缩洗衣粉 1比4加2 这是什么公司 活力28 沙士日化 曾几何时这两句广告词 可是响彻了咱央视的黄金频道 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使沙士这样一座小城斐然全国 当时众多观众都对沙士日化这个词感到无比亲切 一晃都多少年了 我不禁想问我的时间都去哪了 不过我发现时间丢了的不只是我 还有活力28直播间的几位优秀主播 当当当当 下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三位老大爷轮番上阵的活力28直播间 有人问了 他们怎么不像别的直播间一样 找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专业主播呢 很简单 请不起啊 以至于是董事长亲自向厂房带着两位老员工直播 然后众所周知 因为李佳琪事件呢 引起了大家对国货的广泛关注 这自然也包括活力28呀 就这样面对突然涌进来的2万多网友啊 他们紧张到手足无措 因为说错话被封三次之后 吓得不敢张口了 而是打印了一张纸 站在镜头前面移动一下子 发现字是反的 不会观镜像 只能把这张纸反过来 用手电筒照亮 老大爷们连最基本的产品介绍和上链接也不会 当网友建议大爷呀 还是找个运营吧 他却面对镜头 憨憨的问了一句 运营是什么 有网友提议 换个年轻人播吧 老大爷说呀 我就是这里边最年轻的了 门口那几个保安更老 镜头扫过流水线 都是一群上了年纪的工人 再加班加点的打包 快家一连电脑都不会用 全靠计算机和纸币记录出单书 本想给粉丝们发个福袋啊 结果不会整一顿瞎点 给自己送了个热气球 本想听粉丝们的话 关掉晚发赔付 结果捣过了半天 却把美颜给关了 当然我认为大爷的颜值 杠杠的不用美颜 整场直播说真心话 我为各位网友们点赞 为了教三位大爷直播呀 两万多网友远程教学 还有网友耐心的打电话过去 细声细语的指导 董事长接电话的时候 像个小学生一样 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 已经和互联网脱轨的大爷们 知道礼物要花钱之后 他们说会在清算货后 全部捐献出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爆火 激动到整晚都舍不得下播 据说真到下播的时候 大爷们激动的背个背包 说了句拜拜就走了 忘了关播了 留着各位网友 一起看着他们的厂房 网友们还自发的组成了宣传大军 跑到其他国货品牌评论区求帮忙 于是国货们纷纷伸出援手 比如说红星尔克的员工 把活力2870年老招牌贴在身上 介绍洗衣业时 那比卖自家的鞋都起劲呢 活力28这个品牌 活力28始建于1950年 是咱们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国有企业 前身为湖北沙市制油厂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合成洗涤剂 1982年率先在行业内推出 适用于机洗的超浓缩无泡洗衣粉 开创了中国洗涤行业新纪元 产销量多年位居国内行业首位 后来的很多年里经历了起起伏伏 让我们甚至都快忘了这个国货品牌 直到看到了这个特别的直播间 不同于其他的直播间 这个直播间让我看的真的是又想笑又感动 我觉得网友们给爱国情怀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 当然活力28没有找我做广告 我只是希望以我一个博主的身份 出弄一点力 帮一点忙 我也说句口号吧 活力28杀势日化 今天开始啥也不怕 说起来这几天的时间 我们收获了很多的感动 我们看到了风花带着国货 像是一位衣衫褣的将军举着国旗 身后一个个久别战场的士兵们露出了头 没钱营销宣传的国货们 从不用情怀道德绑架 而是用格局和品质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最后我想说 国货们不用担心 有我们这么多爱国的朋友们保驾护航 你们绝对错不了